她的眼睛会流水晶 只要稍微翻一下眼皮 一颗水晶就冒了出来 再翻一下 又掉下来一颗 仔细一看 里面好像还有一颗 每当她哭的时候 水晶产生的更多 都不用挤 直接就能掉下来 水晶看着锋利无比 甚至可以切割玻璃 但她眼睛却丝毫没有疏伤 这种不寻常的现象 每天都在发生 一天大约会产八颗 大小形状各异 但都非常锋利 女儿说 有天早上醒来 就感觉眼睛里好像有东西 揉了几下 就出来好几颗水晶一样的东西 父母赶紧送她去医院 医生也很震惊 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检查一番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后来还被电视台采访过 很多人慕名而来 希望可以买一颗水晶 他们觉得这东西可以治病 女孩的父母刚开始很担心 经过一段时间 发现女儿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而且还能赚钱 何乐而不为难 无独有偶 下面这个女孩眼睛里也会流水晶 这种现象是两个月前开始的 刚开始以为是眼睛里进了玻璃碎片 但是这东西越流越多 几天就收集了一小盒 多的时候 甚至一天就能产出50颗 这才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去过很多医院 医生都没能找到原因 只能说大天世界无奇不有 但我感觉下面这个大业更神奇 她的身体能发电 电线一头含在嘴里 另一头在手臂上摩擦 灯泡瞬间就亮了 把电线插头上 灯泡也亮 用舌头舔一下 灯泡就更亮了 这都不算什么 她把电线在胸口用力摩擦 产生的电力都能带动电风扇 大功率的吸尘器也没有问题 甚至还能带动炸汁机 嘴里含着电线 另一头插在头上 炸汁机就疯狂转动起来 不到10秒钟 一杯鲜炸果汁就完成了 更夸张的是 大爷还能发电烤鸡腿 他脱下衣服 在身上缠了几圈铜线 手上脱着简易板电池炉 接着起锅烧油 助手放进去两个大鸡腿 再加点印度灵魂佐料 马沙拉 不到5秒钟 鸡腿就被烤冒烟了 大爷却一点事没有 助理给鸡腿翻个身 一份烤鸡腿就做好了 大爷说 自从被雷劈过之后 便获得了这种超能力 有次随手拿了一个电灯泡 灯泡竟然亮了起来 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还说有了这个超能力后 家里连电费都省了不少 科学家看到这个消息 根本就不相信 还叫来了医生和电工 准备对他进行各种检查 一番检查过后 终于找到了破绽 原来啊 他并不会发电 而是利用特资的插座 实现了这种效果 大爷只是一个江湖骗子而已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相比起来 下面这位是真的有超能力 他可以催眠鲨鱼 可以毫无障碍的和鲨鱼交流 只要轻轻抚摸鲨鱼的头 鲨鱼立马安静下来 任他摆布 他甚至能用手托着鲨鱼的鼻子 将鲨鱼头朝下倒立起来 这种睡眠状态 大约能持续15分钟左右 接着他会把手伸到鲨鱼嘴里 目的就是拔掉鲨鱼嘴里的鱼钩 减轻他们的痛苦 这些鱼钩都来自人类的捕� 带着鱼钩的鲨鱼虽然逃过了一劫 但鱼钩会带来巨大的疼痛 有些鲨鱼甚至还会因为感染死去 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帮助鲨鱼 然而刚开始在鲨鱼嘴里取鱼钩 并不顺利 鲨鱼只要感到一点疼痛 立马逃走 他开始花费大量时间研究鲨鱼 经过25年的观察 慢慢就掌握了催眠鱼的能力 用手掌抚摸鱼鼻子周围的灵敏毛孔 让鲨鱼陷入一种假碎的状态 看似恐怖的鲨鱼 见到他就像狗一样听话 依偎在他身边撒娇 只要他出现 周围就会围过来一群鲨鱼 鲨鱼对他完全信任 他从鲨鱼嘴里拔出来的鱼钩 超过300多个 大小各异 他说每年都有大量鲨鱼被捕杀 我们必须保护好鲨鱼 这对生态系统的平衡非常重要 好了 我是预备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